大家好 我是花生姊姊 今天我們要來畫的是飛機 那影片最後呢 會有個小遊戲 大家記得要把影片看完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 先畫出一個像茄子一樣的形狀 這邊記得要留一點小空隙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畫在上面的茄翼 下面也是一樣 好 接下來我們畫尾翼 然後還有下面的磚絲 好 接下來我們畫 這邊的影絲 下面也要畫一遍 下面也要畫一遍 畫好之後呢 我們畫出飛機的窗戶 頭 頭 頭 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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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接下來我們把這邊 都是黃色的層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塗顏色吧 那窗戶的部分我想要塗成黃色的 好 接下來小窗戶呢 我要塗黑色的 好了之後呢我要塗紅色的引擎 好 接下來機身的部分我要塗綠色的 好 接下來進入花生姐姐美勞時間 我們準備一隻剪刀 那在使用剪刀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喔 我們把它剪下來 我們把它剪下來 一切都是黃色的 來自終 Christ的 在那裡 一些水果子睡眠 我們要塗黑色的零ー 然後我們要塗黑色的衣服 我們要塗黑色的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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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剪好之後呢 你可以像我一樣在後面貼上紙板跟磁鐵 然後再準備兩顆強力磁鐵 然後把磁鐵貼在飛機的後面 跟紙板的後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意的操控飛機囉 好 那如果想要知道這個紙板是怎麼做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就會教學喔 那大家掰掰